第2251章 巨傀儡 只见在银焰包裹中 一缕模糊异常的灰色细丝在扭动不止 但任凭其挣扎却无法飞出手心之外 这是 银月一见此景 吃了一惊 这是回音器 虽然看似活物 其实本体是无形无体 可以轻入肉身与无形间 用来对敌最为歹毒不过了 即使合体器存在碰到此物 一般情况下也无法察觉的 只能等到在体内积攒一定数量的爆发后 才能知道其存在的 韩丽不慌不忙地说道 什么 竟有此东西 那我身上岂不是已经 银月吓了一大跳 神念急忙往体内一扫而去 放心 我既然知道此物的存在 又怎会让这些东西 接近你我身边 早用神念之力 将它们隔绝开来了 韩丽哑然一笑起来 这就好 吓了月儿一大跳 韩兄 你不是故意不提前道诉小妹的 银月文言 这才镇定下来 但不禁白了韩丽一眼 净显那一丝惊人妩媚 韩丽目光在银月娇艳脸庞上扫了一眼 纵然心境早已修炼到了 不为外物所动境界 也不仅有一丝异仰之情浮现 但马上将目光磨了开来 我不是不想提前说出此事的 此物虽然歹毒 但厉害之处 还是在无形无色上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自然就再无任何威胁可言了 只要用神念之力护身 就算一名炼虚存在 也可轻易隔绝此物的 原来这般容易对付 那月儿就放心了 银月文言 大喜起来 急忙将神念之力也一放而出 这东西这般厉害 那走出这座迷殿 应该就到了七灵老祖藏宝处了吧 前面两处所谓的藏宝阁 虽然也有些东西在其中 但也只能偏偏那些一般魔族吧 可入不了你我的眼中 银月眼珠微转了几下后 又忽然笑嘻嘻地说道 若是一般魔界圣祖 所留手段恐怕也只有这点而已 但那七灵圣祖的名头 是魔界当年几乎可比十祖存在 除了这座迷殿外 应该还留有更厉害的后手才对 韩丽想了一想后 这般回道 多半还是某种厉害些的禁止法阵之类的吧 银月鸣嘴一笑地说道 也许是吧 韩丽不置可否的样子 就在二人说话间 又各自出手 将一批幻化处的幻兽虚影全都一击灭杀掉 而这时 前方原本密密麻麻的助灵 终于一亮地到了尽头 并在边缘处 献出一扇数十丈高的朱虹大门 但表面遍布漆黑魔纹 似乎沉重无比的样子 韩丽神念往朱虹剧门上一扫后 瞳孔中一丝蓝芒闪过 有些意外地说了一句 火源精 此门竟然是用这种材料炼制而成的 看来这七零老祖身家 比我原先想象还要高些了 韩丽口中这般说道 默然一根手指 冲珠虹大门一点去 扑斥一声 一朵银燕 从指尖出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没入巨门中 原本静静无声的巨门 轰的一声 无数赤红火焰狂涌而出 竟瞬间化为了一座火焰巨门 不过原本紧闭的双门 也在轰隆隆的闷想中 缓缓打开了 一股炙热气息 刹那间从门后一卷而出 站在十几帐外的银月一接触下 竟顿时脸色大变的体表灵光狂闪 郊区急忙倒退数不去 才勉强避过了这股炙热气浪 在巨门后红光大片 赫然是一处赤焰滚滚的火海事件 此火显然不是一般烈焰 温度之高 竟让身为合体气修士的银月 也不敢让肉身直接沾染 不得不全力激发护体灵光的 加以抵挡一二 韩力见此 眉头微微一皱 但是身躯却站在原地 根本没动一下 以其本身修炼的是灵真火 这点火焰自然无法伤到气氛好的 但眼前火海中 一些静止波动若隐若现 显然并非只是眼前看到的这般简单 韩力心念转动几下后 就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掐绝 同时张口一喷 扑的一声 一团银色火球击事出 迎风一掌后 竟默然化为了一只杖许大银色火鸟 此火鸟浑身银艳滚滚 双翅一盏 杨首一声清明后 就率先一头地扎入火海之中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火鸟锁过之处 原本滚滚赤红的火浪 竟默然一翻开 让出一条杖许宽的道路来 银月 现在不走 等待何时 韩力招呼银月一声 身形一晃动 就诡异地出现在了小路上 银月见此情形 奄然一笑 二人跟在火鸟后 大摇大摆地 直接穿行火海而行 分开的火海之下 赫然是一块块拳头的赤金石 铺满了一地 每一颗都红光闪动 从中喷出一缕缕赤红火苗来 韩力和银月 均都离地仗许地 跟在银色火鸟后徐徐飞行 转眼间 就到了火海中心处的样子 一声巨响 银色火鸟下方的金石地 骤然间暴力而开 一只顽口粗的手臂 握着一口金银巨韧地 从下方一卷而出 净一个闪动地 将火鸟从中一批两半 若是普通灵兽受此重创 纵然不当场而亡 但一番 重创缺 自然是免不了的 但此火鸟 是含力郁郁的一丝 略通灵性真火 幻化而成 原本就不是实体之身 故而在一遭袭击后 两截身躯只是骤然一扭 就一下重新地连接如初了 并且 银色火鸟猛然一个俯冲 两只翅膀猛然朝下 同时狠狠一扇 痴痴声大起 银色淋雨 一下化为密密麻麻银芒的 积射而下 一下将方积射出 刀光的一片金石地 全都照在了旗下 轰隆隆 巨响一下连绵暴响而出 那一片地面 全都荧光笼罩而住 无数金石在银芒洞穿下 纷纷碎裂迸射而开 那条赤红手臂 瞬间变得千疮百孔 眼看就要化为一堆碎片的 再无法维持原本模样 就在这时 附近另一片金石地上 同样一声巨响 另一只硕大的赤红拳头 一冲而出 狠狠记在了银色火鸟身躯上 竟爆发无数赤红符文的 将火鸟击成无数营念的四散飞开 一时间无法再聚集地恢复原先形态 韩力见此情形 身躯在低空中 一下停止了前进 双目并下意识地微密了起来 银月面上则闪过一丝亚色来 火海中火焰 开始狂勇翻滚起来 同时 金石地面一阵剧烈颤抖后 从中一下 爬出一个十几丈高的人形傀儡来 这傀儡一身赤红甲衣 将身躯遮掩的风雨不透 一只残破手臂 提着那口金银巨人 身上一缕缕赤红火焰缠绕不定 面无表情的眉宇间 赫然镶嵌着一块赤红金石 魔金傀儡 韩力一看清楚眼前巨型傀儡的模样 倒是大为意外地轻易一声 傀儡外形 和他以前所见的其他魔金傀儡 差别不小 但其身上传出的那种独有气息波动 却的确是魔金傀儡无疑 但明显也不是普通等级的傀儡 魔金傀儡 银月带眉一挑 有些诧异地看了韩力一眼 这是魔界一种独有的傀儡术 我当年进入魔界的时候 曾经略有研究过 但眼前傀儡激进合体后其大乘境界 远不是我所见过的魔金傀儡可比的 韩力飞快解释了几句 而就在这时 那只巨型傀儡已经完全从地下爬出 并目中冷光一闪后 手中巨刃就化为寒光的笨韩力 一批而下 此傀儡别看体型巨大 但是巨刃之光却似乎雷霆闪电 只是一个闪动 就到了韩力头顶处 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韩力 先一步的遗诏而下 韩力所过之处 让人血液瞬间凝固而起 先天动光 有些意思了 怪不得能击散我的是灵活鸟 韩力神念意接触那股韩力 却双目一亮 一条手臂 一个模糊地往上一台 一声闷响 无数气浪滚滚四散而出 整个火海再次为之晃动了一下 那口巨刃 竟被一根手指 轻描淡写的抵住 韩力任凭巨刃上 寒光滚滚而下 却神色依旧 一副是这股奇寒如无物的样子 这也难怪 以韩力现在肉身之强 区区一些奇寒 的确无法伤其分好的 不过那头巨大傀儡的本事 却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一点 一剑惊刃被挡住 当即目中冷逸一闪 忽然一张大口 一道乳白光柱一喷而出 同时 另一条手臂一个挥洞下 顿时一张赤红大手 在空中浮下而出 并在无数符文簇拥下 恶狠狠地向韩力一捞而下 大手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炙热之极的红光 就先一卷而出 刹那间 一股焦糊味道传来 红光竟似乎将虚空 都要直接洞穿融化一般 威能之大 可想而知了 韩力脸色一沉 忽然一只袖子 猛然往身前一挥 顿时一片灰蒙蒙光霞 一卷而过 那道先到一步的 乳白色光柱 竟一个 闪动得不见了踪影 仿佛被那灰色光霞 直接挪移走了一般 同一时间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 也从袖中一探而出 并不慌不忙地 冲那飞卷来红光 和随后的赤红大手 轻轻地一拍而去 第2252章 傀儡大军 扑的一声 探似普通的手掌 静一下洞穿红光而过 并结结实实地 集在了赤红巨手上 比韩力手掌 足足巨大十几倍的赤红巨手 立刻被一股 无法抵挡的 无形力量倾透而过 微微一颤后 竟无声无息地 化为了粉末 巨大傀儡面无表情 提表赤红之光 猛然一胜 身上竟隐约献出 数只四牛四虎的魔兽虚影 并发出一声怒吼后 就要做事 冲韩力一扑而去 但这时 寒力目中金光一闪 突然一张口 一口青色见光一喷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就顺一般地出现在 傀儡境前处 围绕其庞大身躯一个缠绕 咕咚一声 傀儡庞大身躯 纵然灵光狂闪 但还是无法抵挡地 被从腰部一斩两截 一下翻身栽倒 至于其体表刚浮泻而出的 怪兽虚影 则各自一声乌叶后 全都化为鼓鼓青烟的消失了 但下一刻 傀儡两截身躯 被地上金石中冒出的 滚滚赤焰一缭绕后 展开出红光一闪 互相间一下喷出密密麻麻的金丝 并猛然一拉扯 傀儡两截身躯 瞬间地重新接上 表面伤痕狂闪几下后 就弥合如初了 不过 寒力一见此情形 二话不说的一只手掌 又是虚空往下一按 哄一声巨响 一只母许大小的金灿灿光手 凭空在傀儡上空浮现 并无止一分地一拍而下 巨型傀儡 只却身躯上漠然一沉 接着一股晴天俱力 毫不留情的一样下 傀儡整个身躯表面 条条白痕一线后 就彻底化为 一团红光的爆裂而开 在爆裂中 一颗拳头大小的金色光团 从碎片中击视而出 一个晃动后 就要破空逃走的样子 寒力对此 却似乎早有所预料 冷哼一声后 原本探出的 五指猛然一缩地 往回虚空一抓 嗖的一声 金色光团 瞬间被一股距离笼罩 一个颤抖后 就被韩丽萍 空射到了手心中 韩丽低手一看 赫然是一颗表面 遍布精美符文 和孔洞的金球 此球拖在手上 轻飘飘的 毫无分量 竟仿佛里面 全是空的一般 果然和一般的傀儡 大不一样 奥妙大概 全在此物上了 韩丽抛了抛手中的 金色圆球两下 脸上 闪过一丝感兴趣表情 一旁迎月见到这一幕 嘴角却泛起一丝 苦笑之色来 他虽然知道 进阶大成后的韩丽 实力之强 早已非是 其能真正想象的 但是一直以来 没有什么 真可以比较的标准的 故而对韩丽强大程度 原本无法看透多少的 但刚才这名 巨型傀儡的强大 他自问绝对不是对手 但在韩丽面前 却抬手举足间的 就被抹杀掉了 这让盈月 终于弄清楚几分 其和韩丽之间的差距之大 心中不禁大为感慨的 就在盈月暗自 有些叹息的时候 虚空中点点银焰 重新浮现 再猛然一举 一声闷响 银色火鸟 就重新地浮现出了 但这一次 韩丽并未在催动 此火鸟继续前进 而是将手中金珠一收后 神念往四周淡淡一扫 救命无表情的 单手一掐绝 扑的一声 银色火鸟 仰手一声轻鸣发出 身躯骤然间狂涨 巨大起来 顷刻间功夫 一头百鱼杖掌的 庞然大雾 就出现在了 火海中心处 四周滚滚火浪 被巨型火鸟一逼下 竟纷纷让出 一大片空旷之地来 瘦 韩丽却没有就此收手 反而一根手指 冲银色巨鸟虚空一点 口中一声嘀喝 轰隆隆之声大作 火鸟两只 银灿灿与赤 只是猛然一扇 无数银色符纹 从中狂涌而出 同时一股庞然犀利 同时往四面八方浩荡 一卷而去 原本被硬生生逼开的 火海中 一下嗡鸣声大起 一波波火浪 猛然一滚下 竟幻化出十几道火柱 往巨大火鸟身上 一卷而去 赤红火焰 一接触火鸟体表 就无声无息地 融入其中 而美多吸入赤焰片刻 火鸟体型 随之再涨一分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后 四周火海就被一吸而空 终于将附近区域的真容 显露了出来 银月眸光四下一扫 不禁全是惊讶至极的表情了 只见他们所在的地方 赫然一片方圆千亩大小的高台 表面铺满了赤红金石 在高台四周 却是一片广阔无边的凹地 里面密麻麻的 全是大小不已的深坑 而这些坑中各种灵光闪动 里面赫然全放着一具具 高矮不已的魔精傀儡 这些傀儡身披五色假衣 手中或持着长短不衣各种冰刃 或捧着背着一些古怪的魔器 甚至其中 还有一些外形猙獰的兽型傀儡 远远看去 这些傀儡煞气冲天 树木之多 几近十万的模样 寒历没烧一挑 目光飞快一扫 也就将这些傀儡的情况 查看得差不多了 这些傀儡 竟然大多等阶不低 其中大多是 杰丹元英等阶的实力 化神炼虚 也占据了其中十分之一多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 却是鼠石头外形 和先前刚刚击毁的那头巨型傀儡 差不多的顶阶傀儡 这数十魔精傀儡 虽然还远没有到 合体后期的境界 但也有初中期的实力 如此庞大一股力量 若是全都带到外界的话 恐怕也足以让不少大势力 张目结舌了 原来这位契灵老祖 竟然是一位 炼制魔精傀儡的大宗师 这倒真是一个意外之喜了 韩丽单手摸了摸下巴 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地说道 韩兄 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傀儡 营月也早就看得目瞪口呆 一听韩丽之言 终于清醒了几分 深吸一口气后 有几分火热地问道 怎么处置 自然全都带走了 难道还打算 留给后来的魔族不成 韩丽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纳月儿帮着一起收取 营月极为兴奋地说道 韩丽自然没有不同意之理 轻笑一声地点下头 营月二话不说地身躯一动 徐徐腾空飞起 好万一台 树莓储物灼 化为各色光球的飞射而出 并向某一方向的大片傀儡 一飞而去 而韩丽笑神色不变 但是一条袖子一抖后 顿时数十枚五颜六色的圆环 同样急事而出 并在高空中一个盘旋 就向其他几个方向呼啸去了 只见这些储物灼 滴溜溜一转间 各色光霞从中狂卷而出 下方凡是被霞光一扫中的魔精傀儡 纷纷一个模糊地 在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里傀儡数量纵然惊人 但是在两人一起动手下 所有傀儡 还是很快被收得七七八八 不过收到那数十头 合体七顶街傀儡时 这些魔精傀儡体表金光一闪 竟对储物灼的摄取灵光 呈现抵挡之意来 银月见此 口中一声轻疑 但马上不怒反省起来 两手食指只是一弹 顿时一刀到葛色法掘击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 纷纷没入顶街傀儡身躯中 这些巨型傀儡身躯微微一颤后 这才纷纷放弃了抵挡之意 同样被收进了圆环中 而当最后一头傀儡一闪地 从坑中消失后 顿时整个巨台一声轰鸣 竟忽然自行地往地下深陷而去 银月见此 不敢怠慢地急忙一飞而回 重新落回了那个巨台上面 韩丽则脸上一丝异色闪过 一台手间就让巨大火鸟凭空散去 然后两手一倍地 也站在原处不动了 在轰鸣声中 巨台几乎陷入地下百鱼杖之深 然后才一声剧烈震动地静止了下来 但这时候 韩丽和银月 却均都朝同一方向望了过去 在对面一片灰白石壁上 一个毫不起眼的青涩石门 赫然静静地耸立在那里 走吧 我没有感应到 里面再有静止的波动 看来 这里就是那凄凌老祖的真正藏宝处了 韩丽忽然一笑起来 银月点点头 脸上也有几分兴奋的神色 二人当即向那石门走了过去 等到了离门不过数丈远的距离时 韩丽抬手摇摇虚空一按 石门顿时在一股距离一推下 无声无息地朝内打开了 门后光芒大圣 银月可见一个巨型殿堂模样的空间 里面放着一个个长条形石吨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东西的样子 韩丽木中一丝喜色闪过 带着银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门中 到了大殿中 韩丽木光左右一扫后 才真正看清楚了里面的一切 只见一个个数丈长的石吨上 或摆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盒子玉匣 或者直接放着一件件是样不同的器物 这些宝物 或一个个光芒夺目 让人不敢直视 韩丽舅丝毫不起眼的样子 从他们散发的气息看 这些器物竟无意不是在外界 让人为之疯狂地顶接宝物 不过 韩丽只是大概地扫了一眼 目光就全都被大殿最中间三座 比其他十吨高大的石台吸引住了 在这三座精致石台上 分别放着三样不同的东西 一柄秀极斑斑的青色骨骼 一个淡黄色葫芦 以及一条不过半尺长的漆黑非洲 韩丽神念 只是往这三件宝物上一扫而过后 脸上就不禁露出了动容之色来 银月美眸闪动下 同样被这三件宝物吸引住了 露出了好奇的目光来 第2253章 返回 韩丽抬手先冲那柄青色骨骼招 顿时此物表面一阵青光晃动 嗖的一声向韩丽击射而来 韩丽手臂一斩 一把将清歌轻易地抓到了手中 往身前一横 打量了两眼后 忽然一笑地递给了一旁的银月 说道 这件宝物应该是一件融入玄天残片的盛器 对我没有太大作用了 但应该正好适合你的 多谢韩兄 那我不客气了 银月心中一喜 没有推辞的一把接过谷歌 欢喜异常地查看起来 这时 韩丽再次单手一招下 那只黄色葫芦一下 破空到了手中 这时 韩丽略意检查手中之物 脸上闪过一丝意外之色 但想了一想后 手掌一个翻转 就将葫芦无声地收了起来 然后再朝三件宝物中的最后一件望去 那条漆黑的迷你非洲 显然就应该是传闻中的莫灵圣洲了 韩丽双目微眯地凝望了一会儿后 脸上再次露出一丝笑容 单手一掐发掘 冲此洲虚空一点去 扑的一声 黑色非洲微微一颤后 自行地从石台上徐徐升起 接着体表漆黑符文滚滚一冒后 体型就开始疯狂剧长起来 甚至连整间殿堂内的其他宝物 也一下嗡嗡作响起来 半个时辰后 地表出的湖面 忽然间湖水翻滚不定 一波波巨浪凭空一卷而起 并向四面八方狂掌而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包括湖面在内的万亩大小冰原 一下寸寸地碎裂而开 在无数冰雪飘飞中 一只巨山般的庞然大雾 从中黑乎乎地一飞而出 竟是一条体长超过千丈的晴天巨洲 此洲上下足有十几层高 通体乌黑发亮 遍布无数玄妙灵文 同时在巨洲前后两侧 各自树立着十几杆高矮不一的银色巨帆 上面隐约明映着各种异寿齐情的画像 而在巨洲各甲板上 遍布一个个笔直站立的魔精傀儡卫视 一声轰鸣 巨洲就化为一团黑光的破空而去 眨眼间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 两个月后 临界一座不知名的小型山脉上空 忽然轰鸣声大作 滚滚乌云 一下从四面八方往同一处汇聚而来 并滴溜溜一转地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一阵阵空间波动从中传出 一声惊雷般巨响后 无数银湖在漩涡中交织缭绕 随之一只漆黑巨洲 从中徐徐冒出 同时附近虚空一阵剧烈扭曲 仿佛整个天空都要被硬生生撕裂而开一般 在巨洲最高一层的一个高台上 韩丽双目微闭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银月则面带一丝兴奋地站在其后面 终于回到了灵界 竟然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 这艘莫临圣洲还具有空间属性的神通 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当整条巨洲从漩涡中飞出后 韩丽双目一睁而开 露出一丝满意之色地说道 我们找的那处节点入口并不太稳定 原以为选择从那边回到灵界 是要多花费一些时间的 银月奄然一笑地回道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进入魔界可算不需此行的 韩丽微笑地说道 的确如此的 银月一想到 自己分道的那一部分契陵密藏中宝物 欣喜之极地连连点头 好了 既然回到了此界 先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 然后就直接返回圣岛吧 莫兄和敖笑前辈 应该都在那边等着我们的 韩丽神念飞快往整个山脉一扫而过后 从容不迫地说道 哦 听韩兄口气 这里距离人族并不太远的样子 银月精神一震起来 虽然计算有些误差 但这里位置反而比预料中立人族更近一些的 韩丽回道 这太好了 那现在就走吧 银月大喜地说道 韩丽轻轻一笑 没有直接回答什么 身下魔灵圣州却一颤后 发出翁响的机事而出 而留在原处的黑色漩涡 在聚州一离开没多久后 就徐徐地溃散消失了 半年后 人妖两族交界处的圣岛上 一名银发青年和一名老者 正在主殿大厅中交谈着什么 正是敖笑老祖和墨锦丽二人 在二者下方的大厅两侧 十余名圣岛长老则老老实实地束手立着 算算时间 韩小子早就应该回来了 不会在魔界又遇到了什么事情吧 这一次 敖笑老祖眉头紧皱 有几分担心之色的 冲对面老者说道 放心吧 韩道友如今神通之大 远不是你我可想的了 连那名虫之母都未能奈何了他 又能出什么事情 墨锦丽却摇摇头地回道 哼 话是这么说不假 但是这世间强大的存在不计其数 那小子可也不是个安分的主 谁知道会不会再惹到什么了不得的麻烦 敖笑老祖撇撇嘴地说道 哈哈 敖笑道友 怎么听你口气越来越想 老丈人对女婿的说教了 不会心中真存着 将你孙女和韩小子 凑成对的想法吧 墨锦丽一腹胡须 笑眯眯地说了一句 本老祖就算有此想法 又有什么稀奇的 以灵儿的资质 不说以后有时程时把握进阶大成 但也比下边这些家伙 有希望的多 再说 我这孙女若成了韩小子伴侣 以后我们人妖两足 岂不是更是一家人了 敖笑老祖两眼一番 用手一指两侧圣导长老的说道 店中的圣导长老一听此言 面上一阵尴尬之色涌上 但口中却连连地秤势不已 你这老家伙 墨锦丽闻言一阵苦笑 但心中却不得不承认 敖笑老祖之言 的确有几分道理的 不过我好像听说 韩道友在人界时 已经有了一个双修伴侣 而且感情很深的样子 否则也不会飞升临界后 至今未再另找其他女修 墨锦丽又想了一想地说道 像我等这样存在 多找几个双修伴侣 又有什么稀奇的事 再说 我这一对老眼不算昏花 自然能看得出 这小子对我加铃 绝不是没有一丝感情的 敖笑老祖黑黑一笑的 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话说回来 韩道友年龄相对我等来说 还算是刚刚开始而已 若是肯在族中 再多找几名伴侣的话 可是有极大几率 出现一些修炼资质惊人的后代 墨锦丽眨了眨眼睛后 竟这般缓缓说道 敖笑老祖听了这话 不禁正了一正 但马上哭笑不得的 一纸墨简离 想要再说些什么 但就在这时 虚空中一声苦笑传来后 一个熟悉的男子 声音骤然间在大厅中响了起来 二位道友 还是不要拿小弟说笑了 否则 在下可不敢再和二位相见了 话音刚落 大厅门口处波动一起 一男一女两个身影一现而出 其中一名青年 一身轻袍 满面无奈之色 正是韩丽 旁边的貌美女子 却满面通红 谋中待修 却是吟乐此女 啊 拜见韩前辈 两侧圣岛长老一见此景 自然大惊地急忙上前见礼 敖笑老祖和墨简离忽望一眼 也一副惊喜交加的样子 韩道友 你总算回来了 老夫这才能真正放心下来 哈哈 韩小子 本老祖还以为 你真将我将铃儿 给拐走了呢 这两位大臣老祖 也同时起身相迎起来 二位道兄说笑了 在下和吟乐姑娘 不是安然无事吗 诸位道友 也不用太多礼了 韩丽一笑地说道 然后一摆手 让两侧圣岛长老全都起身 这里 暂时用不到你等 你们全下去吧 我二人要和韩导友好好聊上一聊 敖笑老祖 直接冲中长老 吩咐一声地说道 众圣岛长老闻言 不敢违抗 纷纷答应一声地退出了大厅 转眼间 这里就只剩下韩丽等四人了 韩丽也没客气地 随便找了一张椅子 坐在了两位大成妻对面 而银月则几步走到了 敖笑老祖附近 白了这位祖父几眼 才站在了其后 他显然还在为其刚才言语 大感有几分羞涩的 韩道友 这次若不是你 我和敖笑兄 还真恐怕要陨落在魔界了 不管怎么说 此情分老夫是铭记在心了 莫检离冲韩丽一抱拳 先十分诚恳地言道 不错 要不是韩小子这次出手相救 我二人恐怕还真要和那些魔崽子 一同葬身那上古风印之中 我以后也同样会有重爆的 敖笑老祖神色一肃 同样凝重地称谢道 不敢 二位道兄 以前为了我们两族生存 不知鞠躬尽瘁多少年了 晚辈前去 相救这点事情 又算得了什么 韩丽连连摆手地回道 嘿嘿 这可大不一样的 我二人以前纵然是 魏族中出了不利 但也不能和你的救命之恩 混为一谈 此恩还是一定要还的 莫检离却黑黑一笑地说道 敖笑老祖 也是点头称事 韩丽见此 笑着摇摇头 倒也不好多说什么的 下面的时间 韩丽和这两位大成老祖 自然聊了一些 在魔界的各自经历 和一些和鸣虫之母 有关的事情 当然有关那名 还隐匿在始魔之地的 上古真仙的事情 韩丽自然一句没提 只是将此宠武的被灭之势 全都退到了 宝花和上古风印的身上 这倒也让敖笑老祖 和莫检离 并未有什么怀疑 韩道友 你这才返回族中 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暂时先不要外出了 莫检离忽然神色有些异样 冲韩丽说了一句 第2254章 三清雷消服 莫兄这话意思是 韩丽一下就听出了 老者言语中的其他含义 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 敖兄下一次天节 恐怕没几年就要降临了 到时候 你我说不得要亲自护法一二的 莫检离叹了一口气 凝重地说道 什么 敖道友的天节要到了 纵然韩丽一向异常冷静 闻言后也不禁脸色微变 目光一下转向了敖笑老祖 祖父 此事可是真的 原本笑盈盈的吟乐 脸庞顿时一摆起来 嘿嘿 天节原本早在千余年前就该到的 但被老夫用一种特殊方法 才延迟到现在 这种做法 虽然可以让老夫多一些缓冲时间 但相对的 天节在降临的 肯定比原先更要猛烈一些的 不过 我原本就不看好这次天节 这种做法 总还是力大于弊的 有了这千余年时间 灵二你终于进阶到了合体期 外加有韩小子照应 胃后也算放心下来了 敖笑老祖沉默了片刻后 才黑黑一笑地说道 这么说 祖父是为了我 才会做这种饮鸩止渴的事情 银乐声音微颤几分 灵二 这和你没有多大关系 就算没有你 那时摸戒已经有了 要侵入我们灵界的意思 老夫同样会做出这种选择的 敖笑老祖神色一素 这般的言道 银乐却连连地摇头 显然不太相信的样子 敖道友 这次天节真的一丝度过希望 都没有吗 若是需要何等宝物的话 在下可以设法帮你寻找来的 韩丽眉头紧皱 若有若思地说道 若是为用秘术拖延天节前 我还能有一成的机会化 现在嘛 大概连半程度不到了 至于说渡截宝物嘛 老夫自然早就准备了 能够用到的 也都搜集得七七八八了 剩下未找到的那几样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了 老夫也就不再奢望了 敖笑老祖叹了一声 说道 半程 这个几率也未免太低了一点 这可不行 祖父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再提高一些渡截的几率吗 银月两眼微红 连连摇头地问道 办法 若是韩道友那名引雷根弟子 是一名大成存在 说不定还能助我 再增加一成的机会 现在嘛 对我的天节是没有丝毫效用的 敖笑老祖不加思索地说道 银月听了这话 脸色变得越发沙白了 韩丽和莫简丽忽望一眼后 也只能苦笑无语 若是说江海大少的修为 临时提升到合体境界的话 他们这些 大成存在想想办法的话 说不定还真能勉强做到 但是到同阶的大成境界 这是想也不用想的事情了 至于韩丽的那几座吉山 虽然对抵挡天雷之节有奇效 但可惜早已炼花为了己用 自然无法拿出来相界的 有一样东西 也许对敖笑度节有些作用 也许能加大一两成度过的几率 莫简丽脸色殷勤变化了一番后 忽然这般地说了一句 莫前辈 是什么东西 银月一听此话顿时精神一振 敖笑老祖却闪过一丝诧异的表情 似乎此前从未听莫简丽 提过此话语的样子 韩丽神色一动后 也露出宁听的神色 敖笑道友 石兴老祖你应该知道吧 莫简丽没有直接回答所问 反而对敖笑老祖话题一转起来 石兴老祖自然知道 他不是和我们一同 进入始末之地的那位云岗族大成吗 我还和他说过几句话 但最后不是陨落在了上古封印之中 怎么 你说的东西和他有关 敖笑老祖略一思量后 回答 石兴老祖虽然没有抵挡天洁的宝物 但是有关那件东西的消息 却是从其口中传出的 那东西应该就在灵族中吧 莫简丽面上一丝异色闪过 并解释了两句 那些异族大成在进入魔界前 的确先去过灵族一趟 并在那里停留过一段时日的 看来此事多半不假了 但是莫兄你说了半天 所说的东西到底是何宝物 敖笑老祖目光微闪后 问道 是三清雷霄符 莫简丽略迟疑一下后 才终于说出了口外 什么 是此符符 这东西不是传闻中的无上秘符吗 下界真有此等符符的存在 敖笑老祖终于神色大变 激动了起来 韩丽单手摸了摸下巴 也有几分动容起来 这三清雷霄符 作为为数不多的几种 对抵挡大成之节 也有奇效的秘谤 典籍中有些记载 在诸界间也是大名鼎鼎的 但是和其他几种宝物不同 这所谓的道家无上秘符 因为是消耗物品 外价一向都存在传说之中 听说只有仙界真仙能够炼制了 故而 各界中可没听说 谁真的能亲眼得见的 故而久而久之 即使一些大成器老祖 也渐渐不太相信 下界有此符的存在了 现在莫简丽忽然开口 说出此物的名称 而且就在离人族不远的邻族中 这让敖笑老祖这样的存在 都不禁惊喜交加起来 按理说三清雷消符 的确不该出现在下界的 但是石心老祖在邻族中 亲眼看到了此符的存在 而且我能保证他的消息 不会有半点虚假的 至于为何 老夫就不变名言了 莫简丽一半讲述 也一半解释 大有深意地说道 莫兄这般说了 那一定不假了 不过石心老祖知道了此符的存在 怎可能不设法将其弄到手的 纵然他离下次天节还早 但这等宝物 绝没有放过的可能 敖笑老祖纵然有些诧疑莫简丽的肯定 但自然不会真追问个究竟 反而静下心来思量了一会儿后 认真地问道 这样的宝物 若是放在我眼前的话 韩某自问也不会放过的 韩丽十分赞同地说道 二位有所不知了 不是石心老祖愿意放过 静在咫尺的宝物 而是他原本就已经和此符主人 达成了交易 正准备从魔界返回后 就履行交易 将这三清雷消符弄到手的 莫简丽笑了一笑地说道 在灵族中 让石心老祖都必须用交易的方法 才可能换到手 难道这俯禄是落在了那人手中 敖笑老祖俊美连孔一尘 竟露出了几分忌惮来 不是那个人 还能有谁 莫简丽长吐了一口气后 苦笑地说道 银月听到这里 眨了眨眉目 有些疑惑 但又隐约猜到了什么的模样 而韩丽却忽然一笑起来 二位道友说的 莫非是灵族的灵王 他一下想起了 当日在魔界进入洗灵池前 那位灵王借助白漆之身 现身的一些画面来 敖笑老祖和莫简面色微微一变 并下意识地互望了一眼 不错 我二人指的就是灵王 三清雷消服 如今正是在他手中的 而且还不止一张的样子 莫简丽点点头后 也就坦然地承认了 不止一张 敖笑老祖微微一正 但马上就不再多想此事了 按照点击上记载 此秘符纵然再多 但在一场天结中 也只能动用一张的 有关灵王的名头 我也听说过一些 但只限于有这么一位灵族大臣而已 其他的却并不太了解的 听二位道友的口气 对其似乎不太想招惹 韩丽双目一眯后 缓缓问道 何止是不想招惹 若是有可能的话 我和敖兄根本不愿 和这老怪物扯上丁点关系的 莫简丽苦笑地回道 哦 这是为何 韩丽很自然地又问了一些 因为灵族虽然不大 甚至还远不如我们人妖两族的整体实力 但是这位灵王 却很可能是一位活了百万年以上的 真正老怪物 敖笑老祖主动接口回答了两句 活了百万年 这怎么可能 韩丽一下师生出口 真的有些骇然了 嘿嘿 不要说你 我二人当年初听此事的时候 也是吓了一大跳 莫简丽黑黑一笑地说道 灵王若真活了百万年以上 那他度过的天劫次数 岂不是 韩丽未降话说全 但其中意思自然谁都清楚 这个就不清楚了 因为谁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位灵王度劫 也从未听说过任何和齐度节有关的消息 有人说 这位灵王是一种特殊存在 天劫间隔时间是以十万年纪的 还有人说 灵王其实和我等一样 其实早就换了许多代了 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 至于哪一种说法是真的 这是谁都不清楚的事了 敖笑老祖凝重地讲述道 若真是一位活了百万年的老怪物 韩某碰到恐怕也要忌惮之极的 韩丽脸色接连变化几下 若有所思的样子 但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百万年来 灵族灵王的气息面貌 在我们两族历代大成亲口相告下 却的确是始终如一 宛若一人一般 但好在灵族诞生极其困难 灵王纵然实力深不可测 但也无法再扩大现在的灵族领地 只能维持现在的规模而已 而且其一项深入简出 在这百万年中 真正出手次数也寥寥无几的 莫简离接着又解释了几句 第2255章 灵族之行 看来这位灵王还真的十分神秘 莫兄可知道 十星老祖和其作的适合交易 竟然肯将三清雷萧夫这等秘宝 都用来交换 韩丽沉吟了一下后 终于问起了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惭愧 其他事情老夫都知道 唯独和这交易有关的讯息 却真的不知 只是大概知道 灵王似乎要实行老祖去做一件事情 似乎十分危险 否则也不会用这三清雷萧夫 作为报酬了 莫简离迟疑了一下后 才回到 做一件事情 韩丽和敖啸老祖都 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应该不错的 但相关内容 却真是一点不清楚了 其实 要不是老夫这一次 在魔界损伤了一些元气 外加一人见灵王过于冒失 恐怕当日一从魔界返回时 我就主动去灵族一趟了 莫简离苦笑一声地说道 莫兄 为何不见你 和我提过此事 若是我二人联手的话 说不定也有办法从灵王那 弄到三清雷萧夫的 敖啸老祖 却眉头一皱地说道 和敖道友早说此事 又有何用 你同样在魔界中 损失了不少元气 外加不久后 还要准备肚截 若是因为此事 再有何损伤的话 恐怕就算弄到此服 也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 若是换成韩道友的话 却是不同了 我没看错的话 韩道友气息 比进入魔界前更加的深不可测 若是肯陪老夫 跑上一趟的话 说不定还真有几分机会 讨要几张三清雷萧夫回来 莫剑离神色一阵变化后 终于说出了自己打算 什么 莫兄打算和韩道友 一同去灵族 敖笑老祖 脸色微微一变 不错 我的确心中有几分此意 一来 韩道友和我联手下 想那灵王就算对我们两族 再怎么不待见 也不敢轻易生出什么歹意的 多半会和我等老师的做此交易 二来 即使我现在不去那灵族 以后恐怕还是要跑上一趟的 毕竟我等天节 同样也相聚不太远的 老夫对都过下次天节 同样没有任何把握的 这三清雷萧夫 我也极想得到的 而此服对韩道友来说 同样大用处的 说不定在以后的哪一次天节中 就能保下一条性命的 莫简里坦然地说道 并没有掩饰自己 也想得到的意思 敖笑老祖脸上一阵变化不定 一时间没有接口什么 韩丽也面露晨吟地思量起来 莫前辈 若是这三清雷萧夫真的 这般珍贵 恐怕灵王让做事情是危险无比 说不定还有陨落的可能 银月听到这里 忍不住地说了几句 和灵王做交易 危险自然是有的 但我等修道之人走出的哪一步 不是千难万难 当然 若是风险真的极大 韩道友没有天节之威 无需真答应灵王什么的 老夫只要韩道友 陪着走上一趟就渴了 莫简离似乎早就想过此事 不加思索地说道 银月听了这话 望了望韩丽 又看了看敖笑老祖 神色变得有些复杂 一时间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若是得到一张三清雷萧服 敖笑道友度过天节的几率 能一下增加多少去 韩丽缓缓地问道 多得不说 但一成半的几率 应该还是有的 莫简离肃然地说道 敖笑老祖沉吟不语 显然也是默认了此种说法 一成半 这个几率的确不小了 敖笑道友 你若是刻意再拖延一下 天节爆发时间 觉得还能再拖延多久 韩丽又冲敖笑老祖问了一句 顶多十年时间 再长的话 老夫也没有办法压制住了 敖笑老祖面上肌肉一抽搐 才回道 十年时间 这般说 还有一些缓冲时间的 韩丽目光微微闪动 似乎心中已经有了决定的样子 韩道友 你的意思是 莫简离不禁追问了一句 既然知道有办法 可以助敖笑道友一臂之力 外加此事 还对莫道友 和我都有极大好处 韩某自然不会放过了 莫兄 接着 韩丽微微一笑地说了几句 忽然袖子一抖 一团白光直奔莫简离飞去 莫简离自然下意识地抬手一抓 将白光一把抓在了手心中 再五指一分 赫然是一个乳白色的小瓶 还隐隐传出淡淡的药香 这是 莫简离双目一眯 露出一丝亚然神色 这是一瓶回坟丹 对元气损耗大有补益的 莫兄只要将此丹服用外 在闭关苦修一年时间 想来应该就可将原来损耗 恢复得差不多了 到时再一起去见那位灵王的话 想来更有几分把握了 韩丽淡淡说道 这丹药既然有如此神效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莫简离一听此话 自然大喜过望 当即将药瓶打开 用神念略意检查后 就满脸笑容地收了起来 以他原来伤势 若是服用普通丹药的话 恢复时间起码要多花费数倍以上的 敖笑老祖见到此目 神色有些动容了 韩丽却一转手 冲这位妖族老祖又说道 敖道友 我没看错的话 你除了元气损耗比莫道友严重得多 恐怕在神魂上也有些不妥吧 你看出来了 本作当初被困封印中的时候 曾经被几只厉害知己的怪虫 用神念秘术加以偷袭 神魂上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 要是重新恢复的话 恐怕要多费一番手脚的 并且是否能在天节前做到此事 老夫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若是无法将神魂重新弥补圆满 我恐怕连半程度过天节的几率 都没有的 敖笑老祖沉默了片刻后 财叹熙一声说道 祖父 这是真的 银月花容再次失色起来 到了这时 我还有隐瞒的必要吗 敖笑老祖无奈地说道 韩兄 你可有 银月文言 心中大吉 急忙冲韩丽要说些什么 放心 我既然这般询问了 自然也有丹药 可以治愈这种神魂亏损的 韩丽冲银月白板手轻笑了一声 单手一翻转 另有数个颜色不一的药瓶 出现在了手中 同样冲敖笑老祖一抛而出 多谢韩兄 我就知道 你神通广大 肯定有办法的 银月自然欣喜起来 望向韩丽的目光 自然充满了一丝感激之意 敖笑老祖则双目一亮 袖子一卷地 将这些药瓶射到手后 同样检查一番后 也惊喜交加地撑泻了几声 哈哈 现在看来 我二人可都要承受 韩道友的丹药治安了 莫简离见此 异常高兴的模样 敖笑老祖也黑黑一笑地点下头 二位太监外了 当年韩某大刀未成时 可是多猛二位道友的照顾 这不过是略加偿还当年的些玄情而已 等一年后 莫凶元气一恢复后 我二人就动身临族 争取多要几张三清微笑付回来 而敖笑道友 就先留在族中好好休养 未渡劫之事 多做些准备吧 我二人一拿到东西 会立刻赶回族中的 绝不会误了道友渡劫的大事 韩丽神色一正地讲道 二位的恩情 敖某铭记在心了 不过 若是真的是不可为 二位还是不要过于勉强 以免遭遇了不测 现在两族只有我们三名大成存在 无论哪一位出了意外 对族中都是一种 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老夫就算拿到了三清雷消服 度过天节 希望也并很大 并不值得冒太大风险的 敖笑老祖叹息了一声 忽然一下站起身来 双手一抱拳地冲韩丽 和莫减离各自深深一礼 韩丽自然也起身急忙回礼 而莫减离却坐着不动地打了个哈哈 并似笑非笑地说道 哈哈 老夫可不是为了你 要不是那凌王手中的秘符不止一张 我可不一定真会跑这一趟的 以你我数万年的交情 此话是否犹新 敖某还看不出来吗 敖笑老祖却叹了一声 话中的感激之意丝毫不减 莫减离微微一震后 就笑而不语了 现在想想 莫道友开始时说的 不要在下离开族中的话语 多半是想引出此事来 说的可是言不由衷啊 韩丽见此 忽然一笑地说道 这一次 莫减离道真的老脸一红 浮现出了一丝尴尬之色来 旁边迎跃见此情形 却心中一松 嘴角微微一窍而起 若是韩丽二人真 能够带回三清 雷霄福会回来 其祖父总算不是没有度过 下次天节的一丝可能了 这自然让此女心中 萌生一丝期盼之意来 下面的时间 几人却话题一转 聊起了一些 两族重建的一些事情来 从二人口中 韩丽也知道 现在的人妖两族 因为魔族入侵而造成的损失 经过这些年努力 终于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这段时间内 两族中也新出现了一批 资质惊人的后辈子弟 其中有庶民最出色天才名字 甚至连这两位大成器老祖 都有所耳闻的样子 韩丽闻听这些 自然也颇感兴趣地 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 就这般 几人间在大厅中 一待就是小班日时间 才最终尽兴地各自散去 到了晚上 韩丽在盛岛一处 灵气浓稠极的洞府中 见到了海大少 气灵子等一批门人弟子 当韩丽目光在几名弟子身上一扫后 不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但当目光一凝地 落在白果这名年龄最小的弟子身上后 脸上不禁闪过一丝亚色来 第2256章 蛮荒救人 白果 才这般短时间没见 你既然修炼到了化神后期 冰髓肢体的天赋 果然名不虚传 此天资现在才终于显现出来了 韩丽查看了白果一会儿后 忽然一笑地说道 这多亏师父指点 和各种丹药的大力栽培 否则弟子绝无法这般快进阶到化神后期的 白果却垂手恭敬回道 七灵子 你现在也在后期境界遇到瓶颈了吧 韩丽笑了一笑 又冲七灵子默然问了一句 回禀师尊 弟子的确还差一步就渴到后期大成境界 但这一步这些却总是无法走出去 七灵子心中一领 也站出来回道 嗯 看来你二人到了该去蛮荒世间历练的时候了 前些年 你们之所以一路修炼得如此顺利 大半是天赋过人和丹药之力作用的结果 若是想进入炼虚境界的话 一直在族中闭光苦修饰 远远不够的 就像温室中花朵不经历一番风雨 永远无法真正茁壮长大一样 况且 只有在蛮荒世界中 你们才能够真正找到 属于自己的机缘造化 我的一些体悟经历 虽然可以直接传授你们 但是可不一定真全适合你们的 韩丽大有深意地说道 多谢师父指点 弟子原本也想过 是不是要进入蛮荒世界历练的 现在有师父首肯 弟子就更放心了 弟子和师妹 马上就回去准备 争取尽快离开圣岛去天渊城 妾灵子听到这些话没有吃惊 反而欣喜地回到 白骨儿也神色如常地 一口答应下来 显然对此也早有所预料样子 不过蛮荒世界风险之大 远不是足内可比的 就是合体期存在陨落在其中 也是毫不奇怪事情 你二人才只是化神后期 陨落在外面 风险自然就更大了一些 所以我这有几件宝物分次下 好作为你们保命之用 韩丽点点头后 又这般说道 多谢师尊后赐 虽然不知道 韩丽要赐下何种宝物 但气灵子和白骨 自然谢恩不已 韩丽微微一笑 两袖一抖 各有一只圆环 从中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后 就分别落在了两名弟子手中 宝物我早已准备好了 原本还想再过些年给你们的 但现在看来 不早些给你们也不行了 虽然宝物不太多 但只要你们够机灵 但即使碰到一般的合体存在 也能保住数次小命了 韩丽自信异常地说道 气灵子和白骨 分别将神念王储物灼中一探后 脸上更是露出了 惊喜至极的表情 再次大礼拜谢一番 师父 既然师兄和师妹 都要去蛮荒世界游历了 我是不是也能 一旁的海大少 从韩丽说出 让气灵子和白骨 去蛮荒世界的话之后 就开始有些不安地 扭动了几下身子 如今再一见 韩丽直接拿出宝物来 终于忍不住地 也站出一步 躬身说道 哼 以你现在的化身 出其修为 我就算给你保命保卧 你也根本无法 真正发挥出多少威能的 况且 你虽然离开圣岛一段时间 引雷根之势暂时压下了 并也避过了这股风头 但谁知道 是不是还有人 虎视眈眈地暗中盯着你 说不定 你这边一离开圣岛 那边就被某个老怪物 直接捉去 当人行底截密保佣 先老老实实地 在圣岛上好好修炼一番 再说吧 以我现在名头 只要待在圣岛之上 即使那些异族的大成妻 也不得不大为忌惮一二的 还是你觉得 我当初对你口风不言之事 为加惩罚 准备让为师合二为一的 直接加以重重惩戒一下 韩丽未等海大少说完 立刻就猜到了奇要说的东西 当即目光一扫这位弟子 冷哼一声地说道 不敢 就当弟子根本未曾说过前面的话 海大少一听韩丽这番训斥 当即一个机灵 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急忙一缩身子 退回了远处 嘿嘿 你性子一直都这般轻挑浮躁 等七灵子去蛮荒世界游历后 其门下弟子 就暂时交给你执掌一段时间 等其回来后 再将门中全力交回 希望这般磨练后 能让你的性子 变得稳重一些 韩丽嘴角微微一翘 目中忽然一笑地 又这般吩咐下来 是 师尊 是 师父 七灵子一口答应下来 而海大少的脸 却一下拉长了几分 满心地不太情愿 不过 韩丽自然不会管 这位二弟子的想法 转手冲一直没说话的诸果 打亮了两眼后 神色一缓地说道 嗯 你的修为也有些长进 看来这段时间 在圣岛上 同样没有偷懒什么 那么明天午时 你一人到我卧室来一趟 我另有些话 要专门问你的 是 韩前辈 晚辈一定准时过去 诸果闻言一喜 急忙答应一声 对了 你们冰凤世故 可有消息传回来了 韩丽点下头后 又冲气灵子问了一句 回禀师尊 诸果还没有消息传回 但是神魂牌一直无视 想来还在蛮荒游历中的 气灵子低手地回道 算算时间 也应该回来了 莫不是真遇到了什么麻烦 就算神魂牌无视 但也并不代表人不会 被困在哪个地方的 韩丽沉吟了一下 若有所思地说道 应该不会吧 冰凤世故不管怎么说 也是炼虚等级的高阶存在 外加它是冰凤之体 就是碰到一般的合体存在 也应该自保有余的 还大少不加思索地回道 希望如此吧 韩丽眉头微皱 但此时此刻 也只能这般说了一句 几乎同一时间 在天原大陆的某片水域上空 一名面印金银花纹的白袍青年 正在和一群烈焰滚滚的 狮子般古兽对峙着 这青年面容普通 但猛一看 竟隐约有几分 酷似韩丽面容的样子 在青年身后数十丈处 一名面容金银的银袍女子 则脸色冰冷地悬浮在虚空中 竟对青年和那群伙食间 一副袖手旁观的样子 真是一群蠢物 不过将气息收敛了一下 就敢主动跑出来招惹我 真是自寻死落 也好 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血食了 就拿你们打打牙计吧 白袍青年 目光在这些化神实力左右的 伙食身上一扫 喃喃般地自语了一声 随之他单手一掐绝 背后白光衣闪 静一下浮现出 六枚一般无二的蝉翼来 这六枚蝉翼不过持续来长 但看起来奇薄无比 一般 对面的那些火狮 虽然灵智不算太高 但一见青年这般举动 却一下凶性大发起来 当即在为首一头体型 最大火狮一声怒吼下 纷纷卷起一股股热浪的 一扑而出 有几头火狮 甚至刚一扑出的瞬间 大口一张 密密麻麻的火球 先一步地狂喷而出 见到如此惊人 气势汹汹攻击 白袍青年脸上 却泛起一丝冷笑 背后六根蝉翼忽然一抖 整个人近一个模糊地 在原地消失了 火球顿时化为 无数团烈焰的 在空空处轰鸣般的暴力而开 刮起了一股股 十几丈高火浪 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 连不远处的银袍女子 竟然都被牵连进去 银袍女子脸色一沉 胶躯未动一下 但是背后白光一卷 忽然献出 一头十几丈长的 金银白凤虚叶 此虚影只是双翅一动 顿时一股白茫茫寒气 一卷而出 将白袍女子 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 那些火浪一接触下 顿时发出滋滋的怪异声 并化为一股股热气地 互相抵消而灭 而这时 六个一般无二的戴意虚影 就鬼魅般地 在火势群中显现而出 扑扑几声 白色虚影只是纷纷一个闪动 就无视汹汹烈焰地 各贴在了一名火势身旁 并将一只金银手臂 闪电般插入面前 鼓授的身躯中 手臂上金光只是一个卷动 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奇寒就一下 将火狮身上烈焰一扑而灭 将其身躯纷纷化为巨大冰块 直接冰封在了其中 其他火狮子见此 自然惊目地急忙掉头 纷纷地在一扑而来 但那些白影背后蝉意 只是微微一动下 就再次一闪的凭空消失了 那些冰封起来的火狮 却一声哀鸣地 和体表聚冰化为碎片地 纷纷爆裂而开 而下一刻 另外几头火狮身旁波动一起 六道戴衣虚影却再次闪现而出 童眼手臂一个模糊后 再次动穿身前古兽身躯 就这般 这些戴衣白影忽闪忽现 近寝刻间就击杀了大半火狮 其他火狮子见此 终于生起了惧怕之心 当即在围守火狮的一声嘀吼下 其他古兽骤然间一个掉头 纷纷化为一团团巨型火球的破空而逃 现在才想走 哪有这般容易的事情 六道白影忽然往同一处汇聚 静意下 幻化成原来的白袍青年 往远处逃走的火狮扫了一遍后 露出一丝猙獰之色 随之就见白袍青年 泪下金光一个模糊 静意下幻化出十几条 一般无二手臂来 这些手臂一动下 手掌纷纷五指一张地 对准了远处逃走的那些火狮 白光骤然间一闪 扑扑声大作 十几根金银光柱 竟同时从青年泪下击视而出 第2257章 号音之时 光柱在虚空中一闪即逝后 十几头逃顿而走的火狮 化为了巨大冰块 白袍青年脸上冷色一线 背后缠印一抖下 顿时化为一道虚影的 出现在其中一个冰块面前 并抬手轻描淡写的一拍 砰的一声后 惊人一幕出现了 冰块中的这头火狮 身躯骤然一颤 一下寸寸碎裂地 化为了血雾 只有一团惊魂所化红光 在血雾中左冲右突 但偏偏无法冲出冰块之外 这时 白袍青年才不慌不忙地又一张口 一片白霞一喷而出 直接没入冰块中 只见霞光卷动 血雾连通火狮子惊魂 全都被一卷而出 并咕咚一声地 直接被吞入了腹中 白袍青年下面身形接连晃动 用同样手法 接连吞噬了其他几头火狮的血肉和惊魂后 才露出了满意神色 一转手冲远处的银袍女子问了一句 冰凤道有 这些血食的滋味还算美味 你可要也来尝上几只 远处的银袍女子 竟正是多年前离开人族的冰凤 但此女气息比以前赫然强大了数倍以上 离那合体境界也不过一不知遥的样子 我从不使用血食 六亿道有 你还是自便吧 冰凤面无表情地回道 真是可惜了 这些骨兽血肉中蕴含不少猎羊之力 吞噬后 和我等的冰属性真原阴阳交汇 炼化后可是不无小补的 白袍青年却黑黑一笑 随之他身形在附近瞬移不断 近寝刻间将剩余火狮子 全都化为血雾的吞噬干净 然后在一个瞬移 出现在了冰凤身旁处 冰凤道有 我们继续上路吧 听闻离这里最近的鱼族 和雷霆大陆那边某个大族交好 想来肯定设立了跨大陆的超级传送法阵 我等正好借用一二 白袍青年说出了一句 让冰凤微惊的话来 六亿道有 你真打算要去雷霆大陆 冰凤神色连变数下后 才凝重说道 这还用说 不过 要不是不久前从其他一族人口中 得知了我那位原主人 也进阶大城的消息 我说不定 还真就此先返回人族了 但现在嘛 雷霆大陆 我是势在必行了 否则以我现在神通 可没有什么信心 压制住我那位原主人 白袍青年一声冷笑 同时脸上金银花纹一阵扭曲 神情竟和韩丽 真有五六分酷似的样子 我没记错的话 韩兄当初似乎未曾亏待过你 甚至要不是他接连用灵药给你服用 你也无法有开启灵智的一天 更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冰凤沉默了片刻后 神色有些异样地说道 我之所以要斩杀韩丽 和其以前对我如何 可丝毫没有关系 他当初用血迹之法 给我神魂中种下了一丝主仆印记 现在 虽然秘书抹除掉了其大半的效力 但只要其不死 我明明中就受其限制一二的 嘿嘿 本作既然开启了灵智 修成了人身 以后注定是要走上大道中途之人 怎可能有此弱点落在他人之手 所以雷霆大陆 我是去定了 白袍青年冷冷地说道 就算如此 倒有真以为能在雷霆大陆上 找到想要的东西吗 那东西 不过是一个传闻而已 你能找到的几率 我看万不足一 冰凤双目一眯后 缓缓地说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既然打算去那里 自然是有一定把握 才会如此做的 而素鸣一族在雷霆大陆上 的确是少有人 能够亲眼得见 传闻此族 能够直接沟通阴沉之星 可以明炼素鸣星气出来 嘿嘿 我只要用逆龄大法 吸纳了此星气 就可直接修成真灵之身 和其他强大真灵 并驾齐驱了 到时候在斩杀寒丽 这位原主人 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了 白袍青年毫不在意地直接回道 而冰凤听到这里 脸色却不禁有些难看几分了 就算你打算找寒凶的麻烦 或者要去雷霆大陆 那又为何一定要带着我同行 你要是真想杀我的话 早些动手就好了 冰凤美目盯着白袍青年 半晌后才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杀念 为何要这般做 你我这等天地质 因生灵修成人生的 原本就少之又少 而你我一词一雄 正好天地造化 好的一对 等我将寒历那小子斩杀后 你就乖乖地 做本作的双修伴侣吧 白袍青年 哈哈狂笑一声 竟说出这般一番话来 阁下也算是修成大成境界的老祖 这般抢逼他人做双修伴侣 不觉有些大师身份吗 冰凤脸色为之一白地说道 哼 就因为我已经是大成存在 想要碰到冰凤道友这般一个属性相同 潜力也不在我之下的伴侣 是极为难的 才更不会轻易放过的 至于什么身份不身份的 这些东西在我眼中又有何用 白袍青年 面带不屑地言道 冰凤听了这些话 目中闪过一丝恼羞之极的神色 但自知自己根本不是其对手 更不可能在对方眼前有逃走机会 干脆闭口不言起来 而白袍青年 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大秀猛然一抖下 顿时一头被升六翼的雪白蜈蚣虚影 在其头顶涌现在出 再猛然往下一扑 就将二人包裹其中 然后六翼在一动后 就化为一道金光的鸡事出 只见几个闪动后 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处了 另一边 人族圣岛之上 韩丽 在洞府中和几名弟子 又谈了一些要紧的事情后 就白白手地吩咐一声道 好了 除了你们白师妹外 其他人都下去吧 我有些话 要单独交代她的 是 师尊 那晚辈先告退了 七灵子 海大哨 以及猪果等人闻言 自然恭敬地答应一声 然后纷纷退出了大厅 只留下白果一人 仍然老实地束手站在原地 果 你可知道 我留下你的目的吗 韩丽一等其他人离开 才平静地问了一句 徒儿斗胆猜想 是不是和徒儿 马上要进行的游历 有些关系 白果犹豫了一下后 才猜测地回到 你这丫头倒是机灵 的确和此有些关系的 你还记得 当初我收你为图师 说过的话吗 韩丽笑了一笑后 才不慌不忙地说道 收图师说的话 师尊莫非指的是 和徒儿的冰髓肢体 有关的那时 徒儿自然紧记在心 不敢有望的 白果心中一领 口中急忙打道 你现在修为 也算初步有成 外加又马上 要去蛮荒世界了 此事倒是可以 先交代你一二了 韩丽微笑地言道 请师尊吩咐 白果自然恭敬地说道 其实对你来说 也并不是什么 太难办的事情 我只是让你在游历的时候 帮我去寻找一种东西 此东西叫号阴之石 平常此物 一般身处冰川之下 数万丈 因为附近万丈寒气掩饰 神念扫过 也根本无法发现其踪影的 唯一能寻到的方法 只有同样拥有 寒破神通之人 才能单凭体内寒破之气 能遥遥感应到一些的 而维师需要的 这种材料极多 所以现在 就需要你在游历中 顺便开始帮维师 搜集一二了 若是真能帮我 凑过一定数量 回来后 我一定会重重赏赐的 寒历缓缓地说了一番 当年要不是师尊 拼着损耗大量真元相救 哪有徒儿的今日 师尊放心 果儿一定会竭尽全力而为的 白果儿听完之后 立刻俯身败道 并不加思索地说道 你现在境界不高 也不用太过勉强 只要在游历中 顺便帮我先搜集一下 此物就行了 寒历摆了白手 让白果儿起身地说道 白果儿起身后 口中秤势 但心念转动下 却不觉起了一定要全心寻找 浩英之时的念头 寒历在叮嘱了白果儿几句后 就让齐也先下去了 转眼间 大在中就只剩下了寒历一人 他孤零零一人地坐在椅子上 一手轻轻拍戴着一侧的仪柄 一手却拖着下巴的沉吟起来 说起来 他当初刚得到 原和五极山炼制之法的时候 原本以为这件后天的玄天之宝 根本是无望真正炼成的 只要能炼制出 其中一两座极山来 对其帮助就不小了 但是没想到 自己机缘造化不小 竟然在以后修炼中 接连先炼制出了原词极山 太乙清光极山 阴阳大五行极山 若是白果儿 真能够寻到足够数量的浩英之时 将浩英含破极山也炼成 那么他就 一下凑够了四座极山 而唯一剩下北极原光极山 他原本在人界 就有一些线索的 以其现在的神通 直接轻身到人界去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若借助一两间破界至宝 让一缕神念化身下去 却并非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只是此事同样风险不小 他还要好好地谋划一番后 才能真下决心的 他只要真凑够了五座极山 将那原和五极山炼成 不但以后 几次的大天节不用担心 就连直接度那飞升之节 也并非一丝机会没有的 韩力一边思量着 一边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第2258章 虫王出世 半日后 圣岛某间静置森严的密室中 韩力双膝盘坐在一块蒲团上 眼前一汝黄色光团轻轻悬浮空中 里面隐约有一只拳头大的淡黄色葫芦 此物赫然是韩力从气灵密藏中得到的 三件最顶阶宝物中一只 另外的那一柄青色骨骼 被其送给了银月 最后一件顶阶宝物 则是那艘莫灵圣州了 其中青色骨骼 是将一片不知名玄天之宝碎片融入其中 具有数种诡异之极的金木属性大威能 而莫灵圣州不但体积庞大 顿速惊人 更是具有撕裂虚空的莫大神通 与其在魔界排名前三的飞行制宝名头相比 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唯有这件黄色葫芦 不知是何种材料炼制而成 不但天生就具有吸纳神念之力的能力 葫芦嘴处盖子 更是死死长在葫芦上一般 根本无法用普通方法打开 寒历一时间 竟无法探查出里面到底装的是何物 更无法知道此宝的真正用途 不过 当他用手抓住葫芦上半步 轻轻摇晃不定时 却从中传出轰隆隆的巨响 可见里面装着的东西 十有八九应该非同一般的 此葫芦如此的神秘 自然引起了寒历的好奇之心 他在魔界得到此物的时候 干脆将其一下吞入腹中 日夜用真元之火加以炼化起来 如此这般多天过去了 到了今日 此宝终于被其炼化了大半 应该能够将其真正开启了 寒历幕中金光闪动地盯着葫芦一会儿后 单手一掐绝 十根手指瞬间连塌而出 噗噗声大作 密密麻麻的五色符文击事出 一闪即逝后 就纷纷没入葫芦中不见了踪影 开 寒历口中一声嘀喝 一手截出某个古怪知己的法印来 接着背后金光一闪 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浮现出 眉宇间更是一团黑气一涌而现 在一凝后 一颗漆黑法目幻化而出了 此法目中黑光狂闪后 破空声一响 一根漆黑金丝从目中击事出 围着葫芦口中一个缠绕 整只葫芦一个颤抖 盖子凭空从顶部咕噜噜的滚落而下 轰鸣声大作 点点黄光从中狂涌而出 静一下化为了密密麻麻的土黄色沙粒 这些沙粒每一颗都晶莹异常 隐约有丝丝黄气缭绕其上 如此多数量一同涌现下 化为了一团丈许的土黄色沙物 悬浮高空中 毫不起眼的样子 韩丽先是露出一丝诧异表情 但神念往黄色沙物中一扫后 一下换成了吃惊之色 猎杀金刚沙 竟然是这种宝物 还被重新精心炼制过了一番 似乎和这葫芦彻底融为了一体 这也亏得那位欺凌圣祖 能搜集到这般多的此奇物了 韩丽喃喃地说道 忍不住一手冲黄色沙物 虚空一转而去 痴痴声大响 一股乌形犀利 瞬间冲黄色沙物一卷而去 轰的一声 黄色沙物中点点金光一闪而现 每一颗沙粒滴溜溜一转 经汇聚成一颗金银沙球 并瞬间变得其重无比 沙物在沙球一线而出后 一下变得越来越重 竟只是磨移了一小段距离后 又硬生生地停在了原处 韩丽见此 不仅有几分动容了 他刚才那一抓 虽然连肉身十分之一神力 都未施展出来 但威能之大 哪怕是合体七等皆存在 也不敢硬皆分毫的 如今却奈何不了 区区一颗沙球 可见这猎煞金刚沙的诡异了 作为从一些上古典籍中 了解到这罕见材料的韩丽 却知道此杀最厉害之处 还不在此上面 而是另外两种恐怖的大威能上 这倒是一个意外之血 不过此物也只有在我手中 才能发挥出十二成的神通来 换了另外一人 哪怕那位七灵圣祖 恐怕连一半威能都无法展现出的 韩丽嘴角泛起一丝笑容的自语几句后 一把将那葫芦凭空射到了手中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 抬起手中之物的冲远处杀物一晃 扑哧一声 沙球一下自行溃散而开 重新淹没进滚滚沙物中 而沙物一个模糊后 却一下幻化成一条巨型黄蟒的扑向葫芦 淡黄色葫芦里面一声轰鸣 就将黄蟒一吸而入 同时顶部霞光一阵缭绕 原本掉落的盖子竟不知怎么地 重新出现在了棋上 变得和原先一般无二起来 袖子一抖 金光一个卷洞后 手中葫芦就此得不见了踪影 而受了宝物后的含力 则在密室中开始静静地闭目调息起来 一个时辰后 当他再次双目一睁后 手腕一抖 一只漆黑圆环无声飞射而出 韩力口中默念几声咒语 手指冲此环连点几下 金色霞光狂闪之下 一个黑乎乎东西 从圆环中一喷而出 一个闪动后 静静地悬浮在低空处不动了 竟是一个表面遍布纤细紫纹 颜色乌黑的虫卵 足有西瓜般大小 体积颇为巨大 韩力望着巨卵 眉头微微一皱 单手冲其微微一招 就将此物品空射到了境前处 五指一分 一手就按在了黑色虫卵上 然后双目一眯的嘴巴微动不已 似乎在用某种秘术探测什么 片刻后 韩力神色一动 露出了惊喜交加的表情 只差一点就可以破窍而出了 也罢 我助其一臂之力吧 话音刚落 韩力猛吸一口气 顿时按在虫卵上的五指 金光大胜 一股庞大之急的真元之力 滚滚涌出 飞快注入其中 原本毫不起眼的虫卵 表面紫纹金银发亮 同时体积忽大忽小的杖缩不定起来 顷刻间功夫后 砰砰的心跳声 竟从虫卵中开始传出 由小便大 一声接一声 渐渐清晰异常 韩力目光闪动 手掌中狂涌而出的精纯真元 绝口泄红般的丝毫不见停歇 足足一个时辰后 黑色虫卵在狂闪中 一下寸寸碎裂而开 同时一道金光从中击视而出 一个模糊后 一个三寸高紫金小人 在高处一下现身而出 这小人手足俱全 双目晶莹如玉 翩翩须发嘴鼻全无 脸上隐约只能看到一片 金萌萌霞光而已 这就是传闻中的是金虫王 韩力看着紫金小人 神色不禁有些怪异起来 但是下一刻 紫金小人原本呆滞 目光微微移动 静一下看向了韩力 几乎同一时间 韩力感觉脖梗处两侧一凉 两道持续长金光丝毫征兆 没有地闪现而出 并往中间猛然一脚而来 韩力脸色一变 但是整个身躯一个模糊下 就仿佛鬼魅般地 从原处一下消失 两道金光一个交叉 顿时以不可思议速度 从空荡荡处一闪而过 在一个恍惚的一散消失 波动一起 韩力身行出陷在了密室 另一角落出 但方一线身出的她 却一脸吃惊之色 忽然一只手掌一动 往脖梗上摸了一把 结果 看似光滑异常的脖梗两侧 竟各自有一道血线浮出 虽然浅淡异常 但仿佛被利刃一擦而过的样子 以韩力的肉身强横 竟然会这般轻易被伤及到 这真是一件大出预料的事情 韩力心中大灵 目光在一扫向不远处的紫金小人后 神情不觉有几分凝重 并且突然一张口 竟咬破舌尖地 喷出一团精血 同时一根手指飞快虚点而出 那团精血滴溜溜一转后 竟凭空幻化成一个不知名的血色符纹 被韩力一催下 就凭空狂长到了斗斑大小 并开始忽暗忽明地 狂闪不定起来 与此同时 紫金小人却身躯一阵后 眉宇间浮现一个斗梨大小的同样符纹 并一闪即逝地 没入其头颅中不见了踪影 韩力一声低含 紫金小人身躯一躬 并剧烈颤抖起来 仿佛在遭受 某种剧烈之极的痛苦 但是下一刻 小人忽然身子再猛然一直 十根手指冲韩力虚空一滑 十道仗许长的耀眼剑光 一下在韩力身前浮下出 并闪电般一掌而下 剑光尚未真的触及韩力身躯 一股股森然寒气 就先一步一卷而下 护体灵光竟丝毫无法阻挡样子 即使以韩力现在修为 一接触这股寒意 也不禁机灵打了个冷战 身躯四肢一下 变得迟缓无比起来 眼见十道其量剑光一个交织而下 就要将韩力硬生生地斩成十几节 却忽然一声冷哼响起 此今小人一听此哼声 顿时只觉投入一下 锯锤重击般的猛然一声梦响 身躯一个跌呛后 就差点从空中坠落而下 十道刺目剑光受此影响下 不觉一暗的散乱无章起来 韩力却趁此机会的身躯 只是一扭 就化为一道雷电的 从剑光中脱身而出 不慌不忙地出现在了 不远处的另一地方 而几乎同一时间 那眉陡大的血色符纹 也已经化为一团血光的 直奔韩力击射而至 韩力双目骤然一亮 眉宇间突然无数根 神念经思击射而出 并全都一闪地 没入到近前出的血色符纹中 原本闪动的符纹 顿时为之一宁 静硬生生地一动不动起来 这时 紫禁小人突然发出一声 尖力之极的叫声 接着咕咚一声后 直接地翻身栽倒 第2259章 姚修花时 紫禁小人竟就此陷入昏迷中 一时无法无法行转过来 韩力眉宇间金光一闪 黑色法目才一散消失 并面带一丝异色 扫了地面上的紫禁小人一眼 轻吐了一口气 早就知道 这小东西进化到了虫王后 原先所下禁止 肯定不太好用了 幸亏那三只准虫王 在互相吞噬前 就被我另行种下了其他后手 否则想要制住这头 进阶后虫王 还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了 不过为了保险 看来 现在只有在用秘书重新祭连一番了 韩力喃喃的方译说完 一只袖子立刻一抖 上百杆密密麻麻翻旗一起飞出 狂闪之下 竟在密室中 形成了一个树杖大法阵 法阵中心处 赫然正是那昏迷不醒的紫禁小人 韩力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一边手中树道法绝接连打出 全都一闪即逝地没入法阵中 扑哧几声 法阵四周一下 喷出无数道五色细丝 飞快往中心一缠绕下 就将紫禁小人困束了得严严实实 接着韩力在一张口 又有树团精血一喷而出 滴溜溜一转地化为血纹 向紫禁小人积舍而去 与此同时 整座法阵蒙鸣声大响 阵阵光艳狂涌而现 也向中心处一卷而去 不知多久后 密室大门一打而开 韩力面带一丝笑容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显然这番激烈那头饰金虫王 应该十分地成功 一个月后 契林子和白果辞别了韩力 踏上了前往蛮荒世界游历之旅 再过十一日后 韩力带着银月和诸果二人 也离开了盛道 并乘坐莫林圣州 一路往妖族领地 急迟而去 转眼间 大半个月过去了 莫林圣州一路之上 碰到的一些妖族 自然不少 但这些妖族 无论等级高低 亦远远看到 魔林圣州小山般庞大身躯 和甲板上站着的那些 气息惊人的魔精傀儡 自大惊得 能走多远去 就躲多远去 但不久后 韩力这艘非洲 在经过一片内海上空时 还是惊动了一名 在海中深处静修的 不知名妖修 这名水族妖修 大概有合体初期修为 他在从万余年前 将洞府迁居在此地 并将其他几个不弱的 妖族族群强行赶走后 就将这一片资源 颇为丰富内海 视为自己的领地了 此妖虽然脾气 一向暴躁异常 但实力在妖族中算是极高 再加上拥有 数件不凡的宝物 所以 就算不多的 其他同阶妖族 也大都不愿招惹其的 故而这万余年来 无论哪一妖族 要在此海活动 大都先和其 打一声招呼才可的 但这一日 这名妖修 正在海底洞府的密室中 炼制一炉 对其极其重要的丹药时 忽然密室外 一阵报警的奸鸣传来 此妖不及防疫下心神受扰 心中一惊 手中所持一柄玉扇 在催动的青色妖艳 不绝大了三分 轰的一声 其身前一座树齿 高白金玉顶 狂闪了几下 顿时一股焦虎味道 传了出来 这名合体妻 妖修剑词 顿时一声暴怒的嘀吼 脸上争鸣之色 接连鼠变后 连密室外报警法阵 都不去仔细看一下 就袖子一抖 化为一道白光地 顿出了密室 直奔海面之上 积涉而去了 那一如丹药材料 十分地珍惜 自然将心中一股狂怒 直接放到了 造成此事的罪魁祸手上 他虽然未见到 触动海面报警静止之人 但心中却早已凶狠想到 这些人若有什么来头 和背景的还好 只要能赔偿其损失 也可大事化小 若是没有的话 说不得就要将对方 错骨扬灰 以报这一炉丹药之仇了 这名妖修身为水族之身 水盾之术奇快无比 只是几个闪动 就脚踩一条青色水蟒地 到了海面处 并在一冲出水面的瞬间 掀一声暴怒地大喝出口 哪里来的小辈 竟然赶搅了你家花石老祖的好事 快快给束手就擒 听后你家老祖发落 啊 你们是 这名身披半身鱼鳞之甲的妖修 才和足下青蟒 溢出现在了高空中 抬手朝前方恶狠狠地一扫后 差那间的傻眼了 只见在比其所在位置 更高的数百丈高空处 一艘山岳般大黑色巨舟 正从远处缓缓飞行而来 而在巨舟上 密密麻麻地站立的傀儡甲氏 更是让其一阵的心惊肉跳 这些傀儡中 赫然有几句散发出的气息 竟似乎还在其之上 此妖后半截到了嗓子眼的狠话 顿时咕咚一声地 重新吞了下去 啊 误会了 花某认错人了 不敢打扰诸位的行程 在下这就先退下了 此妖反应也不算慢 眼珠飞快转了两下后 顿时换成满脸笑容的飞陪笑道 同时足青色巨蟒一动 就带着骑向下方海面无声地退去了 慢着 原来你就是那位花石老祖 很好 我们正想找一名熟悉此区域的地头蛇 你就暂时留下来吧 这声音悦耳动听 赫然是音乐的嗓音 话音刚落 黑色巨舟上波动一起 四名气息丝毫不下与水族妖秀的傀儡 赤手空拳额腾空而起 直奔那妖一飞而来 花石老祖见词 脸色大变 单足一彩青色巨蟒 毫不犹豫地 化为一团白光的向下射去 他还一口气放出了数件护身法宝 但就在这时 那四名魔精傀儡却一声长啸 八只手掌同时冲花石老祖虚空一按过来 扑扑几声爆裂声传 妖羞的几件护身法宝在滚滚无形距离下 竟纷纷化为点点荧光的碎裂而开 这位花石老祖和那条青蟒 则在四周空气一景下 顿时身躯一沉地无法动弹分毫 直接被硬生生地困在了半空中 花石老祖脸色变得煞白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四名傀儡一起飞过来 其中一具傀儡手臂一动 就将其和青蟒同时一提在手 再一转身 一起往来时的黑色巨舟飞去了 片刻功夫后 在魔灵圣州最高一层的大厅中 他终于见到了坐在主人椅子上的寒历 朱果尔和银月自然站在了旁边 扑通一声 傀儡五指一松 就将花石老祖和青蟒 重重丢在了甲板上 面无表情地退出了大厅 花石老祖虽然身躯一时间恢复了自由 但是体内真元却不知 被那些傀儡动了什么手脚 浑身法力静一下凝滞不灵起来 再加上银月气息比其还要强大 韩丽灵压更是若有若无 给其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怖感觉 如此一来 这位水族妖修纵然满心的惊怒 也不敢再有任何反抗的举动 反而苦笑一声后 冲韩丽身湿了一礼 老实地说道 在下花石拜见几位道友 不知诸位将在下居来 可有什么效劳的地方 韩丽打量了 这位合体骑妖修极眼 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 但没有马上开口回答什么 道士一旁的银月 眸光流转后 轻笑地问道 你现在倒是挺识趣的 一开始时 为何不听我们之言 反而想要跑掉的 道友取笑了 花某刚才只是下意识的一种自保而已 毕竟诸位看起来极其强大 在下自然要赶紧退让一二的 花石老祖有些尴尬地说道 并用目光不时偷瞧韩丽极眼 一副极其小心的模样 哼 露面时的气势 可没看出有哪一些只是自保而已 莫不是 道友原本就是想找我等的麻烦 银月哼了一声 脸孔漠然一板 声音一下变得奇冷起来 在下觉没有丝毫针对几位的意思 只是一时糊涂 误以为诸位道友是路过的一些小辈 这才会有些肆意忘形的 花石老祖 一下变得有些汗流加倍 慌忙地解释起来 银月咯咯一笑 不再继续言语什么了 一直在椅子上端坐的寒历 这才淡淡地开口了 我不管你原先是何打算的 但既然敢挑衅在先 现在 就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 才可放你离开的 否则的话 一番重重惩戒 自然是免不了的 花石老祖一听这话 心中暗暗叫苦 但到了此时 自然口中半个不字 都不敢出口 只能强打精神地勉强一笑道 几位放心 无论诸位想让花某做什么事情 只要在下能做到 一定会竭尽所能的 但不知 到底是何事情 你不用担心 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只是帮我找一处地方而已 听说这里 似乎有一处上古时候 就遗留下来的残缺祭坛 但是似乎会自行移动 飘忽不定 此事可是真的 韩丽微然一笑地说道 原来阁下 是来找那座四南四方坛的 这个 花某还真是知道一些的 不过要找到这东西 大半是要靠一些运气的 在下能做的 也就只是带诸位 去几个此祭坛 经常出现的地方而已 花石老祖闻言心中一松 急忙地回到 那好 你就先带我们去这几处地方吧 韩丽不加思索地说道 一旁的诸果 听闻这番对话 也不由得双目一亮起来 第2260章 上古祭坛 黑色巨州在海面上停留了片刻后 就发出一声轰鸣的 再次破空飞盾而走 消失在了天边尽头处 两个月后 一片生满参天巨木的森林上空 魔灵圣州的庞大身影 一闪得浮现出 在巨州前端的甲板上 韩丽带着银月和诸果 均都出现在那里 花石老祖 这位合体七妖修 则一脸恭敬地 站在三人身后略远些地方 到了此时 这位高阶妖族 已经知道了 韩丽人族 新晋大成老祖的身份 在一番大惊之鱼 原先心中的一点小心思 自然早就抛得九霄云外了 他这段时间内 这老老实实地 带着韩丽等人 走遍了附近区域的大半地方 更一连去了 树出那座上古祭坛出没的地方 但可惜的是 至今为止 韩丽等人还是一一扑空 并未找到祭坛所在 这里就是你说的下一个地方 韩丽头也不回地问道 是 前辈 这片蜜云凶灵 即使在我们妖族 也是名气不小 有化身以下绝地之称的 除了炼虚以上存在 进入此中 可以勉强自保外 修为低些地进入此地 十有八九会丢掉性命 因为这蜜云凶灵中 不但有些天然陷阱凶恶异常 还有些已未开灵制的妖兽 极其强大 更有几种特有的毒虫难以招惹 当然 这一切对前辈这样的存在来说 自然是不值一提的 花石老祖答应一声后 恭敬地解释起来 那座思南四方坛 真的在这里出现过 韩丽点下头 看不出表情的又问道 回禀前辈 在下方的这片沼泽中心处 曾经有些道友 远远见过那上古祭坛几次 不过这祭坛本身已经残缺 除了表面一些上古符文 对一些阵法师 还有些参考价值外 对一般人来说 实在没有多大用处 故而倒也没有人 真过去细看过的 花石老祖回道 嘿嘿 既然这样 我们下去吧 我有一种预感 祭坛有七八成几率 应该就在这里的 韩丽嘿嘿一声说道 旁边的珠果和银月 文婷此言 都是一喜 于是 几人当即从巨舟上飘落下 只往下方密林中的 一片广大沼泽 一飞而去 这沼泽上空 笼罩一层淡绿色毒物器 练须以下修饰 除非有一保护身 否则绝无法在里面待上太久的 再加上 雾气终生 有一种类似类似 马黄的细小毒虫 一旦不察地被侵入体内 想要驱除 就是千难万难的 故而对一般要求来说 得却算是凶险万分之地 但这一切对韩丽来说 却犹如平地般的 视若无睹 其体表只是树团银燕 一声呼啸地飞出后 阵阵热浪 顿时向四面八方狂卷而去 竟将方圆母许内的毒物 全都扫荡一空 那些毒虫之类的存在 更是在寝客间的 被银燕焚烧一空 根本无法靠近韩丽几人半步 偶尔出现几头 不知好歹的妖兽 韩丽也根本不用出手 就被银月一人轻斩杀掉了 没有多久功夫 一行人来到了沼泽 一处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中 韩丽骤然双目一亮 隔着树里之遥 一眼就看到了一座 高约百丈的古朴祭坛 悬浮在一片水坑之上 找到了 花石 你留在这里就行了 我们先过去吧 韩丽面露一丝笑容地吩咐道 花石老祖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 急忙躬身答应一声 而银月和朱果 则兴冲冲地跟着韩丽 直奔那高大祭坛而去 一小会儿功夫后 几人就同时出现在祭坛进前处 韩丽身形一顿 抬手仔细打亮着眼前高见住几眼 只见这祭坛呈四棱状 由下往下分成三层 表面遍布一些不知名的上古文字 但大半都被一层淡绿色青苔覆盖 而且祭坛四角君都塌陷缺少 一副年代异常久远样子 果然不错 的确是那上古时流传下来的思南古坛 按照宝花之言 只要在特定时间 在这上面用秘书来激发 来测算其所说的那几个空间坐标 就可寻找到那小灵界的入口了 果儿 你是小灵界出生之人 神魂中天生就带有此界的一些气息 一会儿还要借你一丝神念一用 如此所测位置 才可能更加精确一分 韩丽转手冲一旁朱果说道 是 晚辈一定尽力辅助 朱果文言 急忙答应一声 从他欣喜异常的表情来看 显然也对能够重新回到小灵界 是极为期待的 一旁的银月 则含笑不语了 韩丽将南宫婉 可能在小灵界的事情 倒也没有隐瞒 这位红颜知己 早就告知了一声 以银月此时心境 自然不会有一般凡尘女子嫉妒等想法 反而欣然地 愿意跟一同去小灵界 寻找南宫婉回来 而韩丽虽然自信宝花 但是 这种借助上古祭坛 来测算其他界面入口的事情 还真是第一次去做 在施法过程中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测算结果会有多大误差 都是不好说的事情 故而 韩丽看似表面平静 但是事到临头 心中还不由得有一丝凝重 要不是据那宝花所说 用这重上古祭坛 来测算小灵界位置 需要特定的时间和时辰才可 她早就 开始着手此事了 那还会等到今日 韩丽看着眼前祭坛 心中一些念头飞快转动着 大袖漠然一抖 一片金光往旁边一卷 就将自己和诸果 同时一包的不见了 下一刻祭坛最高层处 波动一起 两人就同时出现在了那里 银月却仍留在了祭坛最下方 只是抬手 凝望着韩丽一举一动 面带一丝关切之色 韩丽目光四下一扫 祭坛上面空荡荡一片 竟然任何物件都没有 不过当她目光往低上一扫后 就立刻看到了一个四周边缘 标有一些刻度标记的 圆形文阵 整个文阵足有 足有十余杖大小 几乎遍布祭坛顶层的 每一处地方 但一些角落处的符文 却有些磨损的痕迹 看起来极为的模糊不清 韩丽神色动了一动 没有露出太意外的表情 同时早已打听清楚了 只要这文阵大体完好 一些局部的残缺 并不会对其施法测算 有太大影响的 韩丽深吸一口气后 两手一掐绝 顿时一道法诀打入文阵中 轰的一声 下方看不知存在多久的文阵 狂闪几下后 被一下激发而起 同时 祭坛上空开始出现 五颜六色的光点 往祭坛上灌注而去 韩丽见此眉梢一动 食指连弹 更多的法诀被一打而出 文阵轰鸣声越发地剧烈 渐渐地连整个祭坛 都开始微微震动 同时一条条柔光带 开始在附近凝聚而出 并盘旋飞舞而起 声势毫不惊人 就在这时 韩丽却一声低喝 手中法诀一顿 一只手掌五指一分 往地面一按而去 扑吃一声 一股清蒙蒙金光柱 一下从手心中喷出 通过文阵 往整个祭坛狂注而入 一吸入这般精纯的法力后 祭坛传出的轰鸣声 愈发巨大起来 此种情形 足足持续了一顿饭功夫 韩丽往祭坛中注入的法力 几乎接近体内 全部真元的四分之一 而从文阵中传出的隐隐犀利 仍然不见停止的意思 韩丽见此 威吸了一口凉气 怪不得 虽然许多人都知道 这种上古祭坛的存在 但针对其感兴趣的 却没有几个 催动此祭坛所需要的法力消耗 就绝不是大成以下 存在可以考虑的 当然若是配合一些顶级零食 一些合体器中的法力雄厚者 也未必不能有机会 激发起祭坛一些功能 但是倒是真能有几分效果 那就是不好说的事情了 而这种上古祭坛的功用 又大多一些不重要的辅助类 一些大成存在没有必要 估计也根本不会做 这种处理不讨好的事情 韩丽心中想着 下方文振突然一阵光芒刺 稀里一下消失了 随之就见文振发出 砰的一声后 无数五颜六色的符文 从中狂喷而出 并滴溜溜一转下 在祭坛上空 一下献出一个 光芒芒的巨大圆盘来 一圈圈和文振中 刻度相似的符号标记 几乎遍布圆盘中各处 但有的光芒夺目 有的却暗淡知己 韩丽目睹这一切 脸上不禁露出了 欣喜的表情 身躯一直 手掌直接离开了文振的 但是另一只袖子一抖 忽然一物从中一飞而出 竟是一面清蒙蒙的古镜 韩丽二话不说的 一根手指 漠然冲空中圆盘 接连虚空点出 破空声一响 树根金丝 从其指尖处击视而出 一闪及视后 就没入圆盘的几个 相隔甚远的刻度符号上 扑扑几声后 这几个原本黯然的符号 标记一下 为之大亮起来 并开始徐徐地自行转动起来 果儿 就是现在了 韩丽双目微眯一下后 漠然一声吩咐 是 前辈 诸果儿文言 不加思索地答应一声 一根手指往额头上只是一点 顿时一缕神念 从其眉宇处击视而出 一闪及视地 没入了巨大圆盘的中心处了 刹那间 那几个原本徐徐转动的刻度符号 同时为之一颤 接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转动起来